鸡鸣狗盗 齐国有个孟长军,手下有很多有本领的人。 有一年,孟长军出示秦国被软禁了。 一旦让秦昭王找到借口,他会杀了我,该怎么办? 大人,我听说昭王有个宠妃,想要一件白狐狸皮衣。 我被软禁,去哪儿找白狐狸皮衣呢? 大人,这事儿交给我。 狗盗擅长钻狗洞,他从一个洞里爬到了昭王的珍宝库, 偷出了白狐狸皮送给了昭王的宠妃。 在宠妃的劝说下,昭王把孟长军放了出来。 哎呀,受惊了,过两天寡人亲自摆酒,为你送行。 孟长军害怕昭王反悔,当晚带着人跑了。 可是到了城门口,大门还没有打开。 城门鸡叫才开,万一昭王反悔派人来追,我们就逃不出去了。 这时,孟长军的另一个手下站出来。 大人,正好办。 他偷偷地站在守成人的窗下,捏着嗓子学起了鸡叫。 其他的鸡听到后,一只跟着一只的也叫了起来。 守成人看到外面的天还没有亮。 奇怪,今天鸡叫得这么早 等到秦昭王改变主意 再去抓孟长军的时候 孟长军早就逃回齐国了 鸡鸣狗盗的意思是偷偷摸摸 现在多用作贬义 比喻那些没有真正的本领 只会一些微不足道的技能 也常指一些偷偷摸摸的行为 雪中送炭 有一年冬天下大雪 宋太宗坐在有火盆的屋里 还是觉得冷 他长看了一口气 对身边的人说 我坐在暖和的屋子里 喝着热茶 穿着厚厚的衣服 可我还是会觉得 冬天有些难熬 一想到城里的百姓 正在受冻挨饿 宋太宗连忙叫来开封浮饮说 现在这么冷 我们这些吃穿不愁的人都觉得冷 那些缺衣少食 没有木炭的百姓肯定更冷 把这些分发给穷苦的百姓们 受到救助的百姓们都感谢宋太宗的仁慈 雪中送炭也留在历史上 成为了一段佳话 雪中送炭的意思 是在下雪天送去取暖的炭火 常用来比喻 在人急需时 给予物质或精神上的帮助 毛岁自建 赵国的平原军 要带二十个能说会道的人 去劝说楚王和赵国联盟 平原军找了很久 也只有十九人 这时 一个叫毛岁的人前来见平原军 毛岁说 请带我一起去楚国 我可以说服楚王 先生从何而来 我是您府上的门客 平原军从未见过毛岁 你在府里多久了 三年 平原军摇了摇头 你在府里三年 还没有人推荐你 证明你没有才能 否则你会像口外里的锥子 马上露出头才对呀 毛岁笑着说 我不是没有才能 是我今天才进到您的口袋里 好 我带你一起去楚国 到了楚国 毛岁凭借自己的本领 说服了楚王和赵国联盟 平原军再也不说毛岁没有才能了 现在我们都以毛岁自建来比喻 主动推荐自己去做某件事 或者负责某项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没有才能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